有个臭宝辣梅养的要不行了 给我寄过来了 然后呢让我帮他救一下 今天呢咱们继续挑战 花儿没寄什么花就给他救活什么花 这是一个辣梅 你闻一下 刚吃了饭 不是很好 刚吃了饭的时候 你看他用了很多的肥料应该是 而且用的是那种劣质的肥料 我一闻就闻出来了 你知道吗 用了劣质的肥料 导致的根系都开始 哎呀 这个估计要隔屁了 根都被它烧黑了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旧了 上面我看看干透了没有 削个枝条看 完了 你看这个都已经干了 心里边都干了 下面呢 完了 这还好一点 好啥 你看那里边已经变色了 你还记得咱那个北美东青吗 就是之前那个花肉 咱们他寄过来就这样的 这个就是肥大烧的 知道吧 他那个之前也是肥大烧的 水大肥大就这个样子 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他你现在刮骨撩毒也没用 他里边都变色了 这个呢 这个只好 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 他这个都养成什么样子 完了 剪都剪不动了 里边都脱水脱成什么样的 没戏了 这个花肉 这个就没必要了 这个是没必要救了 接下来给 给花肉们说一说死因吧 行吗 给这个花肉说一说死因 这回不是当花仪了 这是给这个当法仪 解剖 首先第一点 像这种买到裸根的这种 入盆的时候千万不要试肥 您就别着急试肥 你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花药 它剃过来的是一颗三角梅 你等到它长了叶子之后 你再去试肥 你没有叶子 你给它试肥干什么呀 就像孩子一样 刚生下来 你起码要六个月左右才加腐蚀对吧 然后循序渐进的去给它吃 你一开始啊 孩子刚生下来 你为了说啊 我给它弄点骨头汤吧 我买的肥料 你看那根系 是吧 你通过根系一判断 这种都发黑了 就没什么救了 而且我刚才抛了一下 它这里面 全部都已经变色了 就跟之前那个北美东青是一样的颜色 这种是没救的 没戏了 还有这个 嗯 这个就没有救了 没有救了 这个是真的没有救了 就是华驼再世也白瞎了 你这个放弃吧 华友好吧 一个就是用了肥料 这是操作是不对的 第二点呢 说到咱们的一个用途 用途和浇水 你要搭配在来 要让它略干一点再去浇 尤其是 你就像老庄的这种 它没有什么叶子的时候 你给它浇了大量的水 它那个水去哪呀 它老是焖 它不像有叶子 有叶子它能把这个水真的抽出去 让自己循环起来更好 长得更化 浇那么多水干什么 对吧 光照是可以给 但是不要强光爆炸 保持树干上面 不要脱水 你实在不行啊 像我们这个银杏 这也是花手借过来的银杏 你可以树干上稍微裹一下 这种保鲜膜 保保湿 你像现在它已经恢复正常生长了 这个保鲜膜就可以抽掉了 对吧 你不要总是说 想着浇多少水 它就防止水分的 挥发这那的 这个不理智啊 这个花手 所以说 您要简单的盖它这个点 唉 希望花手们在养花的时候呢 多翻一翻我之前的这个 这些个视频 好了 希望花手们在养老装的时候呢 要注意自己的一个方法和方式了 不要 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了 唉 挺可惜的 它那个 它那个 辣梅 它那个 买的 买成 200多块钱 因为是喷酒类的 死了挺可惜的 已经死了啊 花手 没救了 吹了 好心 然后再带一 这个花手 结了一身面 没有 艾 嘿嘿 嘿嘿